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穆斯达法今天透露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将在星期四主持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会议 为物价乱象拟出中长期对策 探讨范围涵盖了外籍员工 依赖进口粮食等等问题 可是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抨击政府反应迟钝 在人民饱受物价之苦的当儿 却等到星期四才召开会议 并质疑政府犯下了疏忽 把焦点放在错的地方 人民在岁末之际 蒙受物价腾飞之苦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今天在下议院要求中央政府说明 短中长期的有效对策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穆斯达法透露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已经指示所有部门立即采取行动 并允许暂时进口冷冻肌肉 同时拨出两亿六千万令吉 扶持受影响的农民和园主等等 此外伊斯曼沙比里将在后天 主持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会议 对于政府的解释安华并不买账 这名公正党波德森国会议员指责 人民水深火热之际 政府反应迟缓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部分行动 包括进口200个货柜的冷冻肌肉 却对降低物价不见奏效 安华继续抨击 内阁成员如此之多 却都没再关注人民之苦 对于安华点出的种种不适 穆斯达法回应 统计局过去每个月监督菜价两次 如今当局每一天都紧盯菜价起伏 涉及大约三四十种蔬菜 包括安华提到的辣椒等等 穆斯达法也指出 物价上涨包含种种因素 除了进口之外 也涉及天气和外籍员工问题等 来临的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会议 将对此寻求对策